廣東點心其實就是用廣東的手法去做點心 這點是我認為重要 現在年輕的一輩經常吃東西都要驚喜 我剛剛相反 我要平實 即是你今次來 下次來 或者日後再來 我都是那個味道 都是這樣做法 好像我們賣那麼多傳統點心 打開將菜單全部都是這樣 我認為每一個點心 其實還有改善空間 我寧願做過 為何為好的蝦餃 蝦當然要爽口 要滑 不是蝦油汁 為何為好的產品 粉皮要滑 薄 餡料新鮮 香 廣東點心最重要的是新鮮 說來說去新鮮熱辣 即做即賣 即刻的鹹色 是新鮮熱辣 這個叉絲包我認為受歡迎 重點放在新鮮出爐 客人每次訂購後 其實我們的包都是新鮮的爐出來的 餡料其實是和傳統叉絲包的餡料 用的食物是一樣的 即是蠔油 砂糖 生抽 因為我們會 焗的時候會加一些酥皮 它就比較甜一點的酥皮 其實我不太主張創新 創新好 不過很難做得好 例如賣相 做一個很漂亮 很標誌的東西 其實它的過程 可能會出另外很多 我覺得不好的問題 譬如皮 它又要厚一點 否則造型又會變樣 多方面 或者其實這些都不是很大問題 可以改善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在運作的過程 會影響到我認為 點心最重要的東西 我也不會刻意安排 一些貴價的食材 在餐單裡 其實我心裡 根本不想花一些無謂昂貴的材料 加重自己的食物成本 做便宜一點 可能黑群的層面比較廣 點心的流量會好一點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 如果食物流通得快 它在雪櫃 甚至處理過程 便變壞 或者機會少 更新鮮 這就是我的看法 你應有的廣東點心 我也會有 但很多你想特色的事 我沒有 我可以坦白地跟它說 這就是我們餐廳的特色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